大家好,我是每天给朋友们分享减脂餐的甜心妈 大激素的朋友可以参照甜心爸的减肥合集 小激素的朋友可以参照甜心的减肥合集 合集就在我的主页 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的视频吃饭 每天都会收到掉秤的惊喜 开始做早餐了 首先用蒸锅热一个自己做的玉米馒头 是70克 增一碗我和老公都爱吃的鸡蛋糕 用黄豆、燕麦、花生、南瓜 做一碗湿滑的豆浆米糊盒 用少许的油 葱花、海米、炝锅 清炒同好 早餐就做好了 主食是一个玉米面的小馒头 蛋白质就是鸡蛋糕 我吃一半 维生素的补充一个小柿子 一个小霓虹桃 还有一碗豆浆米糊 两克的咖啡 五克的菊粉 温水冲泡 润肠通电 提高代谢的 早餐就齐了 这是减肥成功后老公的早餐 主食好多啊 同后我们两个人吃 开始做午餐了 70克的黑全麦面 这是我的量 四瓶里倒的面粉多些 因为家里还有老公啊 我的黑全麦面是卯多上买的 那里比较便宜 朋友们不要去我的橱窗里找了 让我给删除了 山上有个坡 那家的 平台现在规矩多 天心妈不敢多说话 倒入少许的食盐 一半开水和面 一半凉水和面 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饧面五分钟 一百五十克的瘦猪肉 切成细丝 我们来调个料汁 味极鲜 蚝油 老抽 少许的黄豆酱 搅拌一下 今天准备的配菜呢 有白萝卜黄瓜 胡萝卜香菜 鱼饰呢 200克就够了 饧好的面团 整理一下 像做饺子一样 给它搓成长条 比饺子皮大些 这是我跟老先生 两个人的份 朋友们不要看这个量 擀成饺子皮 把那个小碗里倒点油 少许的油 少放点面 拿刷搅拌一下 刷在我们擀好的皮上 我们减肥呢 是可以吃油的 落上 再刷 再落一个 然后擀一擀 翻过来再擀 要不然它 不一般大 这样就可以了 擀好的面皮 放在蒸锅里 10分钟就能好 处凉还是蒸15分钟吧 锅内喷入食用油 放入葱姜 倒入我们切好的肉身 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撑出100克 好喽 朋友们看看 特别薄 很轻松的就接下来了 趁热会接 朋友们我们的煎汁午餐好了 我老公的午餐 饼 比我们多了一个麻婆豆腐 朋友们好 我们一起吃中午饭 看看我们的煎脂肠 颜值怎么样 好吃了耶 开饭了个话 挺好的 挺软和的 卷上又身 放了葫芦贝 再放点葱 再放点黄瓜 就这么卷的 你看您咋卷的呀 就这样吃的 好吃朋友们 朋友们这几天给我累坏了 我还得做煎鸡餐 我还得给他做饭 这腿瘸八鸡的 后来他说呢 你吃煎鸡餐带我一份 我想吃什么呢 你就给我再弄一点什么 我一想也是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也就是粗细搭配 营养丰富 才对身体好嘛 今天呢 我就中午就给我老公 加了一个麻婆豆腐 这个可不是我们减脂期吃的啊 瘦肉呢 已经就够我们的量了 你要觉得吃不饱了 吃饱了 你就再软一个胳膊 这下吃不饱了 这下吃不饱了 充满减肥以后 你也不让我喝咖啡了 我喝咖啡行 太干嘛了哈 嗯 你也不让我喝咖啡了 这太干嘛了 你是不是喝咖啡上瘾呢 不是上瘾了 行了今天赏味你喝葱一杯吧 嗯 是有点干嘛 太干嘛了 给我倒点清水 嗯 还要搁那什么菊粉吗 你搁菊粉干啥呀老公啊 你都减完肥了 还喝啥菊粉你也不干燥 还喝菊粉上瘾 我们要喝点胡萝卜区这个味儿 朋友们咖啡实际上瘾 有的粉丝朋友说 你老公减肥也减得这么好 是不是跟喝咖啡菊粉有关系啊 菊粉呢 对我们的便便也有好 咖啡呢 新鲜专家也说 可以提高代谢的 但是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减完肥之后呢 就不要再喝了 尤其像我们上了五十多岁年纪的人 更不应该天天喝咖啡 据说可以导致骨子疏松 不过我想男士没什么 自从他减完肥之后呢 我就不给他喝咖啡了 已经减肥成功了 还喝什么咖啡呀 他为人也懂喝啊 他减肥的时候一天都两倍三倍 嗯 他说喝咖啡 大号可痛苦了 上班的时候已经别人喝咖啡 我可羡慕了 现在这轮到我该喝 昨天评论区有一个粉丝朋友说 天心妈 不能老喝咖啡 会导致骨子疏松的 今天呢 我就在视频里 提醒朋友们一下 减肥肥就不要喝了 我们减肥呢 也就几个月 喝几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减肥都有一个普遍的心理 就想快点减肥成功 今天的伙食我很满意 很好吃 还用单独肉干什么 晚餐100克的水豆腐 200克的黄瓜 做一碗黄瓜豆腐汤 明天见朋友们 地板又瘦了